你 你不是在开会吗 孔总 对不起啊 您太太非要立刻见您 没事 你先出去吧 坐吧 有什么想说的 就直说 你让我说 好 那我就说给你听 我二十四岁认识你 认识你六个月我就嫁给你了 二十五岁给你生下月月 今年我三十岁 一个女人最美好 最青春的日子 我都给了你 现在我又怀孕了 我是真的死心塌地的 想把这辈子都给你 可你呢 你对得起我吗 你要跟我分居 我没有怪你 因为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 男人背后的女人 也都是有妒忌心的 我没有奢望我自己是你第一个女人 可是你在求婚了的时候你答应过我 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的 这些话你都忘了吗 你到底是在骗一个 不懂事爱浪漫的小女孩 你还是在骗你自己啊 这些年 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吗 我想要什么 你很清楚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请问 你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吗 你一处理的每件衣服有廉价的吗 还是我让你住了 几时拼你的连租房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要的是感情是你 可是你却背叛了我 我背叛了你 这些照片是哪儿来的 谁拍的 自己做了亏心事 还问别人 照片是可以电脑制作的 你不知道吗 看看这些照片 是不是电脑制作的 不可能 我承认 他们确实做得很像 但他们忘了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我右边肩膀上有一块胎记 他们不知道 你还能不知道 我劝你别再闹了 如果你真的想离婚 你就尽管离 如果你把我们的婚姻 当成一个等价交换 我已经给了足够的酬金 不要不吃醋 老公 老公 我错了 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让你做什么了 我要求过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做一个贤妻良母 哪怕是几个月 几个星期 几天也好 这是我公司的会议室 不是找家的地方 把那些照片拿走 啊 父老母死了这么肯任 可爱